事先回到国内 今天国家医保局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发布通知 开展儿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专项行动 提高儿童参保覆盖水平 力争到2024年底 80%以上新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记者了解到 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以来 儿童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2023年参保儿童为2.56亿人 但同时也存在新生儿参保手续多 流程长 少数家长参保意识不强 个别城市对常住儿童参保户籍限制 尚未完全放开等问题 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 形成部门合力 推动儿童参保水平进一步提高 此次专项行动要求 在保持儿童参保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重点优化新生儿童参保流程 简化参保登记环节改进服务 通知明确提出 要切实提高儿童参保率 力争到2024年底 80%以上新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到十四五期末 儿童参保率稳中有升 记者注意到通知中对优化参保政策和医疗服务供给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鼓励地方对外地户籍儿童参保 父母医保个人账户用于子女参保缴费等领域进行探索 根据通知的要求 在巩固住院待遇水平基础上 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 稳步提升包括儿童在内的居民医保门诊保障水平 支持儿科医疗服务发展 保障儿童健康权益 及时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各地要进一步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 创造条件放开儿童参保户籍限制 推动外地户籍儿童在常住地学籍地参保 要研究完善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措施 支持参保职工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用于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分类做好符合资助条件的各类困难儿童 医疗救助资助参保工作 确保及时参保 此次儿童参保专项行动 专门强调了新生儿参保流程优化 要求各地加快推动落实 出生一件事集成化办理 记者了解到 目前多地医保部门已经采取措施 方便新生儿参保 江西上饶推出了出生医学证明 医保参保等十个事项连办 窗口统一前一致驻产机构 这将杭州宁波等地 针对当地户籍新生儿 实现参保长上办及时想 方便家长办理减少医疗费用的垫付 前不久 浙江市民袁女士的孩子 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出生 由于是三十周妊娠的早产儿 孩子一出生 就被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以前家长办理新生儿参保 需要等出院之后 到户籍部门办理落户 再到医保部门办理参保 然后再对医疗费用进行报销 不仅流程麻烦 还要长期垫付资金 在推出出生意见事连办后 孩子出生后到医院窗口 或者用手机在这里办 按照提示提交申请 直接办好包括参加医保在内的四个事项 参保后 待遇也会及时开通 有些新生儿有发生医疗费的 在出院时也可凭医保码直接结算 此外针对新生儿参保 专项行动还明确 原则上新生儿在出生后90天内 按规定参保缴费的 自出生之日起所发生的 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 均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个别地区与上述规定不符的 应尽快调整 鼓励地方探索凭出生医学证明 办理新生儿参保 并可通过亲情账户或经办机构 为其办理医保码 在出生后180天内 均可评医保码在定点医疗机构 直接就医结算